普里镇南城里南城路 因为路面年久失修 造成庸路人的危险 在地方民众反映之后 县府立即筹策经费来铺设 为了视察事工品质 县长林明珍以及立委许舒华 马文军服务处 还有县议员林芳宇 特别到现场观看事工后的情况 希望能够确保事工品质 让庸路人使用上更安全 今天我们来看 都做得非常的适当 都依照我们的设计图 来施工 拿城里里面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难意 但是是因为当时 经费不足 还有150公尺 还没有铺设 今天来废刊 来了解 这些乡亲 会一直要求 看能够延长 县长就一口答应 因为头上大厨得这么漂亮 这么好惊 后面大厨又含含含含 这样比照下去的话 一条路有两个不同的 使用情况 那是非常不好 所以我们就立即打印 150公尺我们未来最佳 在铺设 县远林芳于感谢县长能够将南城路 跑出重新铺设 让用路人更安全 并且允诺后续的剩余150公尺的路面 也会尽快来施工 让整条路面能够更平整 保障居民的出入安全 之前经过地方的理事长的反应 包括了我们这个栏杆 也施坐起来了 还有我们这个路面的铺设 希望说给进出的这些居民 有一个很安全的道路 但是这个的后方还有150 大约120、150公尺的 未铺设的路面 今天县长特意过来 所以地方的城寝 县长也一口答应了 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来完成它 让我们这边进出的居民 能够有一条更安全的道路 副一长排泄 肯定县长及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会看后 相关单位对于南城路 深于未铺设的部分 可以紧述地来重新铺设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陈威一普立镇采访报道